女配逆袭,听心宫女的开挂人生 第一章,穿越为宫女,命运出路锋芒 林小宇,本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 平日里最大的乐趣就是读小说 特别是那些关于宫斗与逆袭的故事 可她万万没想到,某天在看小说时突然穿越 竟成了书中女配公主李雪莹身边的一名小宫女 名字也成了某儿 在书中,李雪莹是一个被宠坏的公主 性格骄痕,最终因为无理取闹导致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而某儿作为她最亲近的宫女,自然也难逃厄运 林小宇刚穿越过来,就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危险之中 必须想办法保住小命 就在她努力寻找出路时,突然听到身边的声音变得异常清晰 不对,这声音不是从外界传来的,而是李雪莹心中的想法 原来她竟然拥有了能听到他人心声的能力 这下有救了 林小宇心中大喜,心想如果能好好利用这个能力,说不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二章,二皇子的突袭与女主的预警 这天,二皇子李林峰兴高采烈的来到公主殿,手里捧着一个红绳截着的小盒子 一副迫不及待要分享的样子 林小宇听着她的心声,终于得到她的芳心 这次一定要向父皇请指赐婚 林小宇一边听着她的心声,一边无奈地想 你还不知道吧,那个女人心机深沉,突然是好 只不过是因为她怀了敌国太子的孩子,准备找你这个冤大头背锅 再这样下去,你不仅会被害死,还会牵连整个大唐 她心里的吐槽,二皇子竟然听到了 她愣了一下,回过头来看着林小宇,眉头围皱,你说什么 李雪莹也惊讶地转过头来,柳儿,你刚才说了什么 林小宇心中暗乎不妙,这难道是因为二皇子对自己产生了好感 她赶紧找了个借口蒙混过去,但李凌峰心里已经开始对那位心上人产生了怀疑 第三章,财迷的生存之道 林小宇深知,若要在这个波鬼云爵的宫廷中活下去,她必须继续利用这个听心能力 一天,大将军李珍出征前特地来找李雪莹告别,顺便把自己觉得累赘的大金链子丢给了林小宇 这么大的金链子,真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如送给这小宫女吧 李珍心里这么想着,林小宇接过金链子时,立刻听到了她的心声 运粮官那家伙肯定不老实,我应该再查查 林小宇脑中灵光一闪,马上回应 大将军,你的运粮官确实有问题 他撕吞了不少军粮,给士兵们吃发煤的米 这会害他们集体食物中毒,一物战机 李珍吃了一惊,但还是将他的话放在了心上 出征后,他果然第一件事就是查运粮官,并当众处斩了那个贪官 从而稳定了军心,最终大胜而归 回宫后,李珍更加看重林小宇,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智囊 第四章,太子的陷阱与美人计 太子李健安被派去震灾,临行前他特地把自己觉得太丑的一对花瓶送给了林小宇 花瓶的确古怪,但林小宇心里暗暗高兴,毕竟这花瓶看起来还是挺值钱的 李健安心里其实有些得意,震灾路上那段传言中的美人计 不过是歇下三滥的伎俩,本公自有办法对付 林小宇立刻回想起小说中的情节 随即提醒,太子殿下,这次震灾途中 您会遇到一个被坏人欺负的美人 实际上他是敌国的戏作,千万不要上当 果不其然,在路上 太子真的遇到了那个美人被恶人纠缠 美人痛哭流涕,向太子求救 结果太子却笑着搬了个小板凳,在旁边围观起来 那位细作精的木凳口呆,心里暗叫不妙 最终,太子成功避开了美人计,震灾顺利进行 他回宫后更是对林小宇感激不尽 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神人 第五章,宫廷风云与突如其来的诬陷 然而,好景不长,林小宇突然被敌国的戏作诬陷 与一桩命案有关,被压到了京殿面对皇帝的审问 皇帝冷冷地问他,案发之时你在哪里? 有没有人证明? 正当林小宇心中暗叫不妙时 几位朝廷大员异口同声道,为臣可以证明 皇帝惊讶地看着这些曾经或冷漠或强势的臣子们 心中疑惑不解 没想到不仅是太子和大将军 连许多其他大臣也纷纷站出来为林小宇作证 林小宇心中感动得要哭出来 但他依然如实回答 虽然大家好意 但我当时在后花园看猴子打架看了一个时辰 为了防止串供,皇帝命令所有人分别写下自己当时在做什么 结果,所有人的答案出奇的一致 假扮成猴子在后花园打架 皇帝看着这些荒唐的答案 整个人都麻木了,随即大笔一挥,宣布林小宇无罪释放 众人惊叹不已,而那些曾经想要陷害她的敌国戏作门 则心中惊惧不已,知道再不能小看这个小宫女 第六章,逆袭之路,巅峰崛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小宇越来越受到宫中权贵的重视 许多人都想方设法讨好她,希望能从她这里获得一些提示 而林小宇则在不断利用自己的能力,逐渐在宫廷中打下一片天地 然而,她也发现,曾经的女主角似乎已经被她的存在彻底压制 她不禁感叹,这本小说明明是女主的修罗场文 怎么现在好像变成了我的独角戏 甚至连女主都开始对她心生羡慕和忌惮 曾经的修罗场已经变成了林小宇的主场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她能够听到她人的心声 以及那颗想要好好活下去的财迷之心 结语 最终,林小宇不仅成功改变了自己在宫中的命运 还成为了宫廷中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人物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子、公主、将军和大臣们 如今都在她面前变得谦卑和敬畏 而她,也在这个充满危机和机遇的宫廷中 开创了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在这一步下午后去的玉之 就是过一个小鱼 缩设计桌 Dal exportだけ